你可以裡面放到這個等號 你感覺動動 昨天就水腫了 感覺昨天就消了 萬一你是腫沒有消的話 接下來就是胖了 接下來也是胖了 所以反過來講 你減肥的時候 首先減掉的是什麼? 水 首先第一個禮拜一定是一半 或者一半以上多的水 所以第一個禮拜你很有成就感 體重掉很多 很高興 所以市面上的很多減肥的方法 多用這一點 可以說來 講難聽點就是來欺騙消費者 就是幫你脫水 你以為是減重了 譬如說硬要的 拿肚子的 等於幫你討 針 油汗 這些都是脫水 或者是讓你不要喝水等等 脫水以後你會來做一個錯覺的時候 誒 好像瘦了 實際上你減掉的是什麼? 水 那減掉到水 那接下來絕對繼續減就很關鍵 接下來如果繼續再瘦的話 才是減到真的脂肪 但也有可能減到肌肉 減到骨頭 所以你要看你接下來瘦的體脂肪 有沒有跟著降低 就很重要 剛開始第一個禮拜 體脂肪有沒有降低 不重要 因為大部分瘦的是水 說不定第一個禮拜你的體脂肪還會上升 也就是說你第一個禮拜 假設掉了兩公斤 可能有一公斤是水 有一公斤是脂肪 你的體脂肪會不會變 不會變 比意義上一樣 兩個都掉一樣 如果你減了三公斤 第一個禮拜 高興掉了兩公斤 其中是兩公斤的水 一公斤的脂肪 那的話 體脂肪可能還會上升 因為水掉太多了 超過了脂肪 所以體脂肪會上升 所以第一個禮拜不要去看體脂肪 第二個禮拜以後就要看體脂肪 第二個禮拜如果體重繼續掉 你的體脂肪就要跟著掉 要不然你就可能掉到別的 就減到了肌肉 骨頭 這些去了 減到骨頭就變什麼 骨質疏鬆 老了就很容易骨質疏鬆 減到肌肉就越來越沒力了 肌肉軟軟的 又沒有力氣了 減到肌肉就會有一種 或者是 肌肉的力量持不上來 肌肉就會掉 零八零八四 減到我們肌肉 減不到脂肪 可是這個時候減到骨頭會減到肌肉 肌脂肪五月會高 又來越高 第一個禮拜掉三公斤 第二個禮拜兩公斤 第三個禮拜一公斤 一公斤 一公斤 這樣掉 可是你一看肌脂肪 肌脂肪是往反 兩公斤走人就要小心 但是解不到脂肪 這種的複況會特別快 而且複況以後會超過原來的體重 這是一個觀念 那接下來第二個 第二個是維生素 維生素 當然其他的就不見得是 維生素其實缺少維生素可能沒有那種明顯 就是減到NBD的死亡 但是第二個重要的是 下面應該是 如果按照排名的話 應該是蛋白質 如果水下面再來就是蛋白質 蛋白質因為我們看 營養學學到 學到的就是說 等一下講蛋白質我再跟所有講 現在來講維生素 維生素就是說 現在有分水溶性跟脂溶性兩種 分成兩大類 水溶性它可以溶於水 溶於水 溶於水意思是說它會在血裡面流動 而且同樣呢 它會跟著血液到尿液尿液 然後肝臟然後再卸牌卸掉 所以它不容易儲存 不容易儲存 也就是說暗示你好像是每天每天都要 需要攝入或者身體自己製造的 維生素C 維生素B 人家這是水溶性的 維生素B 維生素C是要自己吃的 吃進來 我們人體沒辦法製造 可是在哺乳動物身上 它可以製造 哺乳動物就是跟我們人一樣 哺乳動物它有能力製造維生素C 我們人的維生素C 製造維生素C的基因已經被關閉了 因為點化的關係 基因關閉了 我們從頭子這樣哺乳動物 點化上來 我們有這個基因 但是我們的基因已經沒有作用 關閉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靠外在的食物吃進來 補充維生素C 這樣我們才能夠正常的 身體能夠正常的運作 因為我們自己沒辦法製造 所以你看在北齊 阿拉斯加 艾斯基某人 他們有沒有吃蔬菜 有沒有吃水果 因為維生素C 蔬菜水果是大眾嘛 對不對 有沒有吃這些東西 他們吃的是什麼 他們吃的食物有維生素C嗎 你想講 他們為什麼可以穿過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理論上 他們不吃蔬菜水果啊 怪 為什麼北齊奇怪 韓代人那些艾斯基某人 是在吃肉啊 吃那些東西 因為韓代沒有蔬菜水果 還種不出來 天氣人呢 明天選擇的是誰給你種蔬菜水果 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維生素C 他食物裡面幾乎吃不到 為什麼他可以存活 他可以自己製造嗎 不知道 不會不會自己知道 他最大的來源 維生素C 是來自於服務動物的血液 他吃那些海豹的時候 那些海豹自己會知道維生素C 所以他在生體裡面就有維生素C 他吃那些海豹的時候 我先去吃進來 這是很奇妙的一個觀點 維生素C的這個概念 對我們來講 但我們在溫代或是在熱代裡面 所以蔬菜水果就很多 維生素C的來源 可以從這些方面去攝取就有很多 但來自於這些就不容易說缺少 除非說除非你根本就很討厭吃蔬菜 你到底吃水果 所以維生素C 剛才講水流性維生素C 人體不會知道會容易流失 所以我們必定每天怎麼樣 要吃蔬菜跟水果 不是水果就是蔬菜 所以衛生素講的 天天捂蘇果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維生素C 當然還有別的營養師 一些抗氧化劑等等 因為維生素C不容易流失 如果你每天吃炸雞的話 保證你維生素C就會做為缺少 維生素C有很多毛病 當然跟我們跟其他的 像交易交易交易合成這些都有關係 或者是增加一個出血 壞血病號 跟減肥有什麼關係 跟脂肪代謝需要維生素C 來幫助產生一些荷爾蒙 產生一些像我們的肉結 把脂肪帶到細胞裡面去燃燒 這就是需要維生素C的幫忙 再來是其他的營養素 剛剛沒有提到這個脂溶性的維生素 脂溶性維生素 還有B 沒有講到 維生素B 是可以用吃進來 我們人體會不會自己智障 也不會的 不會所以才叫維生素 可是有一個地方會自己智障 大家不要忘了 維生素B 就是我們腸內的蠔菌會幫我們智障 有一些B1 B2 當然我們一些乳酸菌 吃了一些蠔菌 在我們腸道裡面 他們經過一些澱粉 或者是一些非澱清澱粉 或者是一些纖維質 沒有消化的 就水溶性纖維沒有消化的 跑到大腸以後 經過乳酸菌發酵的過程 然後它會產生副產品 維生素B1 B2這些 被我們大腸吸收 為人人體利用 這個是其中一個可以產生的 我們吃的並不是維生素B 可是吃的是一些抗性纖維 還是淀粉 這些東西 到大腸也會經過維生素消化 會變成維生素B 這是會產生的 這是其中一個管道 除了靠你吃進來的一些食物當中 那種B管 腸道 好麵菌也會產生維生素B 所以如果你腸到沒有好的菌的話 多了一些壞的菌的話 那就沒辦法產生維生素B 很難講 你可能就去大腸便利 長兜兜 這些壞的菌在發酵 口臭 這些就是壞的菌比較多的 再來就是脂溶性的 剛剛講的 這是脂溶性的維生素 就是維生素AEK 上下面 好 OK 溜達療養素 維生素 脂溶性的維生素 就是它可以容易有脂的 可以容易有脂就表示什麼 容易被人體儲存 可能就是儲存在我們的脂肪細胞裡面 像維生素A要維持正常的視覺 或者等等 其實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幫助我們甲醬腺的功能 甲醬腺後來我們會提供幫助我們代謝 然後維生素E的質量會幫助甲醬腺的功能 這些 維生素PK是凝結的 維生素D的組合的生長 它也會幫助我們的一些荷蟻的製造 這個是脂溶性的維生素 為什麼因為比較不容易缺少 是因為現在也吃得很油 或者就是DDK來源也容易儲存 多餘也容易儲存在我們脂肪細胞 尤其是胖的人比較不容易缺少 因為他的脂肪配得多 他有容易儲存 那再來是礦物質 礦物質它有很多 有巨氧礦有微氧礦物質 有鈣拉等等等等 這些大家瞭解一下 其實它參與我們人體的很多種作用 包括形成代謝 溫溫吸收 乳格等等 然後我們會製造